我妈一直怀不上儿子 找了个算命的算了一挂 算命的说我妈是命中无儿 我妈不信这个血 不知从哪得来的法子 偷了别人的命格 当我妈怀着命去买菜时 那个算命的抓住妈的胳膊 你你你 怎么换了厌尸的命格 大货呀 妈生了三个女儿 就是为了生个儿子 我是长女 妈苛待我们 每天只给我们三子妹一个人的饭量 我总是会细细分那点饭 怕妹妹们挨饿 妈妈 我饿 我急忙把三妹固在身后 妈 妹她不饿 乱说的 姐姐 我饿 我转身 三妹乖 姐姐等会给你找吃的 妈掠过了我 拽起三妹的胳膊 提起她扔进了猪圈里 你不是饿吗 妈妈给你准备了吃的 吃吧 三妹被吓哭了 在猪圈里被猪拱来的拱去 我不敢当着妈的面 把三妹捞出来 要是这样做了 我也会被打 妈坐在院子里 摸着自己肚子 啥时候能生到儿子 真是宝贝 生了这么三个 只会吃啥都不会干的 赔钱货 等有了儿子 就把这仨全卖了 让我儿子日都吃好的 妈拿胳膊肘 戳了戳 正在抽大烟的爸 他爸 咱出去找个人 给我算算 看啥时候能怀个儿子 爸和妈出去了 我急忙把三妹 从猪圈里捞了出来 我找了条毛巾 把三妹擦干净 二妹看上去很生气 老三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他这样迟早被爸妈打死 我摸着二妹的头 三妹还小 你也才十岁不是 二妹拍开我的手 姐也才比我大三岁 我一手牵着二妹 一手牵着三妹 姐带你们找吃的 她们都心有灵犀的 跟着我走 到了一块 目的我们停下 我嘱咐他们 别拿完汗 要不会被别人发现 我走到了一个 叫无眉的人目前 拿走了她背前两个苹果 双手合十 美女 阿姨对不起 我们也是逼不得已 才这样做 谢谢了谢谢了 二妹喊我 走拉姐 要不妈一会回来了 来了 我们找了个废的 吃得差不多了才回去 远远就瞅见了爸妈的身影 我急忙喊妹妹 快快回家 我们刚好赶在爸妈之前回来 妈不屑地瞟了我们一眼 她看起来心情很不错 只是说了我们一句 玩玩玩 只知道玩 别以为我没看见 我在院子里扫着地 妈她开心的和爸说着什么 干什么破算命的 她说我命中文 这不 有人愿意和我换命 我当然啊 妈感觉你马上就来报恩了 我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直到妈喊我和他一起买菜 要我给他提东西 一个看起来倒是装扮的人 冲过来拉住妈的胳膊 你你你 怎么换了艳尸的病格 大货呀 你这肚子里 有那厌尸的儿子 他会来要回孩子的 罪过呀 罪过 妈一把甩开了算命的老头 你个死老头 昨天说我生不出儿子 今天说我已经怀了儿子 我看你就是骗子 把我昨天算命的钱还回来 老头一听这话 抱着自己写着算命的旗袍了 我也没把算命的说的话放心里 可没过几天 妈的肚子就开始显怀 我看着妈慢慢大起来的肚子 心中隐隐不安 我是见过妈怀三妹的 不可能这么快就大肚子 妈见我整日神经兮兮的看着她 拿起木棍追着我满院打 你用什么眼神看我儿子 等我儿子出来了 老娘第一个把你卖了 直到木棍断了妈才停手 我也再不敢盯着妈的肚子看了 妈很得意 自己肚子里肯定是儿子 昂首挺胸的 在村子里转了一圈 村长看见了 指着我妈的影子 王沈 你怕不是撞邪了 我看你这影子 像个披着头发的女鬼 妈瞪着眼妈村长 死老头 你敢咒我 你才撞鬼 你全家都撞鬼 我知道了 你生是嫉妒我要生儿子 有本事你自己生啊 村长被我妈说的气急功心 当场就扔了过去 今晚我睡得很不安稳 总觉得院子里有人在走来走去 夜太近了 饶得我心烦 一大早我起来给爸妈做饭 看到院子有一排整齐的血脚印 我不自觉随着脚印走出了院里 一直到了我们找吃的那边目的 我突然回过神来 吓得我撒腿就往家里跑 我感觉自己跑得很慢才到了家 或许是因为被妈打了腿的缘故 再回到院里 脚印已经没了 我擦了擦眼睛 难道是我出现幻觉了 我妈这时也起了 逮着我就说 你站院门口干啥呢 是不是昨天没挨够打呀 赶紧过来做饭 要是敢让我发现米少了 老二老三今天就和猪一起吃 我走到妈这面前 妈 你有没有看见两排血脚印 妈又拿起了棍 血脚印 你往你鞋上涂那么多血 故意吓老娘是吧 不给老娘把院子弄干净 我打死你 我才发现自己鞋上 不知什么时候沾满了血 我被吓得忘了我妈的棍 大喘气了好一阵 才缓过神来 我去洗鞋 手被妈打得拿起鞋都在抖 二妹看我要打扫院子 主动做了今天的饭 三妹问我在洗什么 我怕妹妹们害怕 只说是不小心踩了什么东西 红色的 沾鞋上了 再几天过去 也没有发生什么惯事 要不是爸妈屋子里的喘息声 越来越大 我都差点忘了算命的老头说的话 饭桌上 妈虽顶着了大肚子 可爸看妈的眼神 就像看出恋情人一样 就差流口水了 妈也行了异常 平日里只喜欢打骂我们 不喜和爸调情 可这几天 妈不知道从哪找的衣服 穿起来暴露 还画上了拙劣的妆容 妈穿着一身红色低胸连衣裙 因为肥胖身后的拉链都拉不上 可她却好像很喜欢这裙子 我们三个一直都不能上饭桌吃饭 三妹眼睛 直直盯着妈碗里的饭 妈妈 我饿 我和二妹紧张地看向妈 妈转头恋带微笑 老三 过来 我拉住了要去找妈的三妹 妈 我这就带三妹出去待着 妈站起来朝我们走了过来 我下意识别眼用胳膊捂住头 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袭来 睁开眼 妈温柔地摸着三妹的头 递给三妹一碗饭 来 饿坏了吧 吃吧 我不知道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夺走三妹手里的饭还给妈 妈 三妹她还小 我怕妈把三妹卖了 我像三妹这么大时 妈曾有天让我吃饱了饭 带我去街上逛 然后进了一个屋子 转身妈却不见了 至今我都忘不了那天 那恶心的画面 出门时 妈站在门口抱着二妹鼠钱 我的心里像是哪里变了 可我也说不清 当时回家我看着土路边的悬崖 大脑总想带动身体跳下去 可我又看向妈的肚子 又怕我死了 吓一个孩子怎么办 我死死护着三妹 警惕地看着妈 妈又拿来了一碗饭 老大 你也饿了吧 我盯着妈不说话 妈突然拉开我的嘴 将饭色进我嘴里 放心 没毒 你不吃 老二也不会吃的 我被饭腔的止咳 三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吃上了 看了眼二妹 我笑笑 吃吧 没事 妈扭着屁股又坐到饭桌上 老公 我不喜欢吃这些东西 我想吃猪肉 现杀的 爸的表现就像众席一样 使劲点头 好好好 我这就去给你杀 我心里疑惑 这些猪 不是要留着生猪仔 卖钱留给弟弟吗 妈怎么突然要吃了 院子里传来了猪丝心裂肺的叫声 不疑会 爸就拿着一条猪腿给了妈 血黎黎的肉 还散发着猪的腥臭味 我差点就把刚吃的饭吐出来 妈却吃得香 还一口一口嚼着 一脸享受 我看着妈的吃香发嫩 妈气下一块肉 老大 你是不是也想吃 很香喽 我急忙摇头 吃完饭 后爸抱着妈 急忙回了屋里 我洗着碗筷 思索着妈的怪衣 举止 妈化的妆 真的好像村里那个 唯一往脸上涂白色紫色 各种颜色的女人 吴梅 我对吴梅印象深刻 我一直都觉得 她是我们村里最美的女人 不仅有出条的身材 还在遇到去墓地 找饭吃得我时 带我去她家里吃饭 那个时候 二妹三妹还没有出生 每次见到她 她都涂着紫色眼影 嘴巴也红红的 我听妈吐槽过吴梅 一个寡妇 天天话这样勾引谁呢 还以为自己多好看 都不照镜子 看看自己 天天的出来做新人 我还想着等我长大 一定要找机会 报答美女阿姨 毕竟她对我那么好 我不敢相信 吴梅死的时候 穿了一身红裙 下身都是血 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还是吴梅隔壁的人 总闻到吴梅家里 一股恶臭味 才发现她已经死了 听说村长带人 下葬吴梅的时候 吴梅的肚子还在动 我妈听到这个消息 笑个不停 嘴里一直说着 活该 刚才我能吃下妈塞给我的饭 也是因为她离我近了 走路的姿势 说话的方式 太像吴梅了 我第一次在吴梅家吃饭的时候 吴梅就是在我面前放一碗饭 不吃就会饿死 我还是不敢动快 她直接掰开我的嘴塞了 我一口饭 也许和妈交换病格的验尸 就是吴梅 晚上妈竟然还哄了 最小的三妹睡觉 三妹睡着后 妈从身后拿出一颗苹果 递向我 你爱吃的 我双手握着苹果一夜未眠 一是因为可能吴梅也发现了 我知道她换了我妈的魂 二是我看到了吴梅在院子里 大口大口撕扯着白天 剩下的猪肉 那个速度 一点也不像个人 我纠结了很久 还是默认了吴梅的存在 吴梅当我们的妈 至少比那个看我们不顺眼的亲妈好 而且她看上去也没有恶意 妈再也没有打骂过我们 我们姊妹三个的身体 在一天天变好 可爸的脸 却一天比一天憔悴 爸本来就瘦 现在连腮帮子都没了 仅有的皮凹进脸的两侧 发黄发黑 我没有告诉爸真相 我怕爸找到是赶走吴梅 妈他身上的肥肉也越来越少 穿上红裙也不再紧绷 我并没有多亲近妈 虽然我喜欢吴梅 但她顶着我妈那张脸 让我实在亲密不起来 二妹说她总觉得妈怪怪的 整天只吃生肉 怕不是哪天猪呀鸡呀没了 连我们一起吃了 三妹开始黏妈了 现在连吃饭都要做妈怀里 我多少还是怕二妹的话灵验 偷偷劝过三妹 三妹听不进去 妈一叫就跑去 还要和妈一起睡觉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月 直到爸死了 妈粗糙的举办了爸的葬礼 葬礼上放着爸一项的桌子腿上 绑着一只公鸡 公鸡一直对着妈叫的不停 还不断扇动翅膀扑腾着 公鸡这样应激 应该是妈一直盯着溅口水的原因 村长看到鸡 点珠子打转 问了妈一句 王沈 你这肚子 怎么几个月里一点没变 还是这么大 妈应付了过去 最近瘦了 肚子也跟着瘦了 所以才像没变一样 妈在最前面哭丧 村长喊我过去 你 你妈最近有没有啥不对劲 我眼神闪烁 没有 村长一脸不解 拄着拐杖 怪了 我看你爸这死状 像是被吸了精气 你 你妈不对了 一定要给我说 要不你家会有大货呀 我正正的点头 爸死了没几天 家里就有了另一个男人 是村里死了老婆的张叔 张叔的状况 和爸之前很像 总是看着妈吃 笑快妈好看 张叔和爸不一样的地方 是张叔更壮实 却瘦得比爸快 家里的生情 也只剩一只小猪了 妈抚摸着自己的肚子 儿子 你咋这么能吃 啥瘦才能吃够出来 最后一只猪被妈吃完后 妈开始总叫着饿 时常看着三妹好一阵 没眼神 好似在看食物 我注意着妈的一举一动 我想象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张叔晚上有时会出去 给妈抓鸡翅 这种行为 在我们村子里 其实是最忌讳的 没过两天 老吴就来家里要个说法 老吴说他专门蹲点 才蹲到了张叔这个偷鸡贼 妈替张叔打着讲户 老吴 这是是我不好 是我让他偷的 我这怀着孩子 孩子的补营养啊 老吴张口闭口说 我爸和张叔厌服不前 还色眉眉看着 妈说 王沈 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长得这么得劲啊 妈听懂了老吴的意思 让张叔出去买菜 张叔虽不愿 但也没办法 这是要是闹大了 估计要被全村人打骂 一夜过后 老吴跌跌撞撞回家 第二天 老吴的老婆小丽 就带着村长一行人 来我家要个说法 小丽背着老吴的尸体 放在我家床上 趁所有人不注意 冲向妈 然后掐住了妈的脖子 你还我老吴的命 你个贱货 去死 妈还说着话 丝毫没有窒息的感觉 你老公死了关我什么事 我看到小丽的双手更用力了 轻轻冒起 妈笑着一手 拿开了小丽的手 对着村长 村长 您不管管 村长好像才反应过来一般 急忙喊人拉回了小丽 小丽被两个壮汉压着 却还像疯了一样 冲着妈吼叫 去死 去死 见货 村长原本是帮小丽讨料说法的 但看到这一幕后 只是拖着小丽 还有老吴的尸体走了 晚上院子里灯火通明 把我和二妹也吵醒了 一群人在院里举着火把 村长带头敲门 妈抱着三妹开了门 来老大 过来抱着老三 他还没醒 妈马上就回来 村长一个眼神 无论我怎么喊 妈再没回头 三妹被我吵醒了 我让二妹哄三妹睡 去找了还在睡觉的张叔 我使劲摇着 还在睡的张叔 张叔 张叔 你快醒醒啊 妈被抓走了 我想着平时妈一掀被子我就醒了 然后一把掀开了张叔的被子 我捂着嘴 退不自觉后退职到底在墙上 张叔死了